呵呵呵 幹 企劃對不對 剛才你們拍出什麼大爛片大廢片 然後我們來統計這個 觀看次數 按讚次數 獲勝的可以怎樣 年終Double 年終Double 之外再加上開新節目要不要 開新節目可以不要嗎 可以啦 欸 你今天你會贏喔 你想太多了啦 沒有人想要開新節目啊 好 就這麼決定了 因為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小惡魔上面有一個人說 他把他的車借給朋友 就是朋友一開出去就是洞標 馬力太大 它抓不住那個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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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интересно 現在大家要幹嘛 你打清早的 老闆不是叫你們拍一個影片嗎 你就搞背一背就好啦 介紹車子啦 你就有背搞 可是我還沒背好誒 而且現在又一大清早 你叫我該如何怎麼辦是好 哎呦 這擠壓了 哇一二三 哇 天生的饒舌歌手 可是我不會說話啊 我不會說話怎麼介紹 不然你用唱著好了 我要唱什麼 很唱啊 還有我最近被一首歌洗腦 哪一首 夢想新大陸 好 我唱你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男群女生又能做到你的小狗龍 狗龍狗龍狗龍 狗龍狗龍 夢想新大陸 可能有聽過啊 你唱我可能就沒聽過了 乖 不然我要唱什麼 你才有聽過 問你唷 又是問你唷 我請不到問你唷 我自己唱 他要跳我嗎 可以嗎 我不會跳啊 就怎麼跳 我不知道啊 你就亂跳啊 想要問你唷你唷 想要問你唷 到底要我頓多獎 這樣 幹我覺得還是不行 不然你用老舌的好了 你是不是要逼我拿 筋譜連出來就對了 我覺得老舌比較適合你 廢話今天穿這麼嘻哈 今天老是推車拿到阿達來做主 要來介紹身旁兵士這台S5 540 39cc 引擎必須八缸 不只AMG還配上那個機械增壓 變速箱無數的手指法 後輪驅動屁股還會跟著耍 71.4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還有476P的最大馬力 你載140.7秒輕鬆熱血硬 電子線速250公里卻結硬 全車搭配拉包 變上四處圍管 用的水煉一踩 我的雙腳堆軟 電動場房一開 感受陽光溫暖 用燃車的睡筋讓你大媽講的精彩 好了快到現場 不要在這胡亂 不然我怕我的訂閱真的會完蛋 好 唱完啦 規格表演唱完啦 這樣可以了吧 還是根本沒有人聽得懂我在唱歌 欸 還是我們帶一下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外觀 好好好 介紹一下 好 不然你給你看 你不是專業的 我可以讓我看小抽 可以啊 給你看啊 好 我們來車頭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老師退車 之呆呆呆呆呆呆熱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2004年的SL55 AMG 就是之前5月的時候拍的吧 連結放在這邊 SL車系呢 當時有四種車款 SL350 SL500 SL55 再來是 SL65 SL350的售價是 549萬 SL500的售價是 659萬 那今天的這台 SL55 AMG是 859萬 最後一個是 SL65 AMG 我查不到資料 所以我自己猜 應該要破千萬 SL車系呢 它是從2002年 出到2008年 它是在2002年的時候呢 先在歐洲那邊上市 然後2003年才在北美上市 然後我們這台不是總派贏的 這台是外匯的 OK 這應該上次你要賣多少講過了吧 這台車呢 5439CC 它的牌照稅加燃料稅 一年是 83,460元 很嚇人的數字對不對 很貴耶 這應該不是一般人會開的車啦 V型馬鋼 機械增壓 然後最大馬力 476匹 它2002年上市的時候啊 有很多SL55 AMG的車主 去跟E55 我們之前有拍過E55 連結在放這邊 也是476匹 兩台車拿去尬 可是這台就跑輸 所以後來原廠就把 引擎啊 什麼東西都在調教 從原本476 再加到493 但我跟你講 0到100公里加速 還是輸E55 這什麼車重嗎 對 欸你很會接耶 這台 SL55 AMG 0到100加速 我記得是 4.7秒 E55的話是4.4秒 因為車重 E55的話是 1.8噸 然後這台是 差不多2噸多 所以它後來 原廠就幫車主升級了啦 2008年的墨皮 原廠有再把馬力 提升到517秒 好來好來 看外觀了 AMG的大包 AMG的鋁圈 19吋的鋁圈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鋁圈 有點稠 你覺得好看嗎 現在看的話有點老 我會覺得它應該比較適合放射狀的 多服飾的那種 砰砰砰砰砰 我覺得會比較帥一點 再來一個 我很不喜歡這顏色 這什麼顏色 這到底是什麼顏色 現在應該沒有人會買這種顏色 沒有 我問你 你露眼看這是什麼顏色 我看是藍色啊 你說你最喜歡的顏色藍色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如果沒有愛那又如何 怎麼了 好醜呢 我覺得這顏色很醜啊 要藍不藍要綠不綠的 然後我看了很多這個車的顏色 我覺得銀色最好看 就是跟輪框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 奇怪的藍綠色真的是 壞了整台車的大氣感 一顆老鼠屎壞了整鍋粥 就跟那個鐵達安尼號一樣 鐵達安尼號就是因為一顆螺絲 所以沈船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捷克把螺絲弄鬆了 然後卡鉗是AMG的 欸這18吋的耶 資料上面寫19吋 然後資料上面寫啊 2003年啊 全車系改為玻璃車頂 這台是04年的 可是沒有玻璃車頂 還是有什麼版本問題 我也不知道啊 然後這邊有寫Viva Compressor 車頭呢 很經典的大LOGO嘛 然後兩個雙彈型頭燈 HID的喔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雨刷清洗器的東西 引擎蓋上方有兩個 鯊魚鯉的進氣孔 側邊也有鯊魚鯉 這是有洞的喔 然後它有那個排氣 我覺得這台車最帥的地方是難的 我覺得最帥的是這個 雙向燈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畫龍點睛的效果 你用腦袋去幻想一下 不然你後置披爐 你把這一台踢掉 你看一下這台車會長怎樣 然後後面呢 AMG呢 燻黑的尾燈 沒有特別黑 微燻黑 然後還有四出的排氣尾管 想聽一下聲音嗎 好啊來啊 但是我覺得 有點小失望 怎麼說 感覺沒有上次的E55那麼的 狂暴 啊 我先講為什麼 我會挑這台車好了 我人生沒有開過這麼貴的車 再來一個就是 我人生也沒開過這麼大馬力的車 所以 我這次就挑這台 那我們再來看內裝好了 來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顏色的 這個有點灰又有點米的 那個打洞座椅 很奇怪的是 我在網路上查 它寫說 椅子是Arcantara的擠皮座椅 但是這又沒有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椅子的顏色 跟這個方向很不大 就變成這個方向很突兀 我不覺得 要嘛這個椅子就做黑的嘛 要嘛這個也來一點這種顏色 變雙色 然後它有兩種發動的方式 一種是插鑰匙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按這個 有沒有 如果是我應該都會用這個 那我先熄火 反正因為你說會太吵嘛對不對 一樣熄火一樣在這邊 然後咧 兩個杯架 哇有雙驅耶 兩個人你要雙驅喔 雙驅的橫溫空調 你叫屁啊 我會想到兩個人 然後還用雙驅嗎 我說 對對很奇怪對不對 你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 然後你兩個人 然後你用雙驅 你車出來 不是在同位空間裡 然後再來是 電動散篷的開關 往後壓 就是開廠包 然後搭載的是 一具古樹 手自排的變速箱 所以這邊也有加根檢 可以做換檔 然後呢 塑膠的核桃木花紋 這個如果把它貼成黑色 或是把它貼成卡碰 應該很帥 對 跟那個中控顏色 才有搭對不對 嗯 其實我覺得整個內裝 都把它弄得很黑色 就蠻好看的 你看這個 這個黑 這個灰 這個咖啡 這台車是還有多少顏色 誰可以告訴我 然後 圓形的書封口 所以 B4在那個年代 就是原型的書封口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最帥 我覺得是這個 望遠近似的 儀表板 其實這兩個突出來很帥 蠻帥的 我剛才沒有注意到這個 很突喔 超突的 比一般車還突 我不知道在突什麼 但是突就是帥 然後這邊有一個 ESB的開關 還有這個 就是懸吊的 亮兩顆燈呢 就是 兩邊都是高的 看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後照鏡的調整 坐在中間 左邊後照鏡 後面右照鏡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它利用那個懸吊的 高低去讓你的輪子 跟地面 保持一個垂直的 到地面去 那你操控的時候 側頸不會那麼嚴重 這樣 三組的記憶電動椅 有沒有 1 2 3 就是MOD 然後還有電熱椅 我不敢按 我怕水水有屁股爆炸 然後呢 這個是後車廂的開關 坐在這邊 然後一樣 這是賓士的那個 座椅調整 到現在都還是長一樣 然後 音箱有配BOSS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很 奇怪的置物空間 對 就這樣 這要放什麼 這連波額的水殼都通不下 這邊有加根檢對不對 你看後面 方向盤後面 兩個按鈕 就是換擋撥片 它換擋撥片滿小的 對它是做小顆的 不是像現在搭片 是用這樣 啪啪啪啪 但是這樣 然後這邊 這個應該是定速的開關吧 然後這個是方向燈 跟雨刷的撥桿 對 你有沒有發現 賓士的 方向燈撥桿都很下面 因為它上面要塞這一支嘛 所以我每次看到賓士的車 我都不習慣 因為要很下面 然後這邊有音量的大小 加跟減 上一手下一手 然後這個是 有沒有看前面那個儀表 那邊 有沒有 嗯 資訊頁 然後 大燈 喔欸 這是什麼 雨刷 對 那個大燈清洗器 有沒有欸 我試試看啊 好 喔喔喔喔喔喔 有水嗎有水嗎 超多欸 很會噴嗎 很會噴 然後這邊咧 這上面也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這是電動座椅 一直按著一直按著一直按著 往前 雖然說後面沒辦法做人 但是後面可以放東西 我們現在再把它按回去 你看喔你看喔 你看它頭枕喔 欸 記憶電動座椅 連頭枕都會記憶 先去試一下這個 400 就是3P的馬力 跟71.4公斤米的扭力 高速的時候 時動怎麼樣 椅子先調好 戰鬥位置 嗯嗯嗯嗯嗯 好可以 先去來試一下這個 機械增壓的加速 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比較想要去試探路 但是高速還是得試一下的吧 去試一下那個 瞬間加速的感覺 要釋放一下它的馬力 欸其實 外面聽很大聲 裡面聽其實 沒什麼聲音欸對不對 對啊 隔音做蠻好的 對啊 意外的還不錯 有些場旁車會 往路掉 這裡說不準 等一下去高速路 上面用的感覺 S55 AMG 就是機械增壓 S65 AMG 就是渦輪增壓 機械的增壓 它是從皮帶 或者是鏈條 去連結 去增壓器 所以它是跟著 引擎一起去作動 所以它水踩水泳 就是它不會有渦輪池字 那為什麼會有渦輪池字 渦輪呢 它是用引擎排出來的廢氣 再去推動一個增壓器 所以它會有一個 再去推動你的過程 就是去增加 空氣的壓力跟密度 然後去造成燃料 更有效率的運作 但是因為它的轉換的過程 會有一些轉換的時間 雖然說現在的車子 比較少渦輪池字 但是比起機械增壓的話 它的反應時間 還是沒有那麼快 有些車要等很久 等著一秒 所以渦輪車開起來 通常都會有爆衝感 就是你踩了 可是沒反應 然後過一秒會說 會突然這樣 但是為什麼現在 大家都用渦輪的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渦輪比較適合排氣量小的車 為了因應環保法規 所以現在大家都裝渦輪 因為渦輪可以讓馬力變大 因為它在低轉速的時候 它的氣的排放量不夠 所以它就推不動渦輪 前期就會比較沒有力 所以它比較適合高速選 它像一般的家庭用車 你不用起步馬上 就是要跟人家硬尬 那像這種擋棚跑車 就是起步就是要比人家大 因為加上它排氣量夠大 所以機械增壓才夠腿 各位的節目 是由CIOC自動車 防御工事 七海八極拳 欸 潘國哥 欸 你是牡羊座的對不對 對 你說牡羊座的幸運都 很強 這是真的嗎 哪個十二星座的 很有幸運 都愛的沒有錯 但是牡羊座好像都是個牡羊座 對啦 我是蠻強的 難怪你叫潘國 為什麼 外面狂 外面狂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是蠻狂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好了 不然大家不知道你是誰 潘國小哥哥 是我們的剪輯師 我們的會員影片呢 幾乎都會從他的手剪出來的 你說你之前 來之前是調酒師喔 對啊 今天有在 朋友的店打工 那你在酒吧 遇到什麼很奇怪的事 在廁所 然後直接打泡 兩個男女是不認識的 那你怎麼知道他在打泡 男生女生進去 然後又有那個撞的聲音 就是聽得到 因為兩個人都喝醉 他們也不會控制好飲料 那我上次去家酒吧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年長的一個男生 跟一個年輕的男生 然後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然後那個年長的男生 他就突然拍中睡 幹 他媽的 我跟著你嘛 年輕人就說 好 年長多 怎麼會交代 那我跟著你講一個 那我跟著你講一個 就是小明有一天 他很好奇 問他爸爸 他說爸爸 我是怎麼出生的 嗯 然後爸爸就說 你長到以後就知道了 你要用你最硬的地方 撞你老婆尿尿的地方 20年過後了 小明死在家中 為什麼 因為他剛他的頭一撞馬桶 欸我會不會跟我那個 查到的那個新聞事件一樣喔 就去弄表 然後我們就掛了 人生啊 就像打電話一樣嘛 因為不是你先掛 就是我先掛 踩囉 踩吧 我有點嚇到了 跟剛才好像不太一樣 跟剛才不太一樣欸 為什麼 欸這是最真實的反應 有沒有騙人 幹他那個動力 直接炸出來 對啊 來囉 哇塞 哇 哇 底盤很讚欸 果然800多萬 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欸 我沒踩煞車喔 輪胎叫都沒叫 你看喔 一直加 沒有要停欸 我要出彎加速 馬上就有了 出彎加速 喔有聲音了 幹我現在心跳超快 我現在心跳超快 超級快 哇這開會屌住欸 這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而且它很貼 可是它不硬欸 你不覺得嗎 因為我沒有開過很多車 所以我只能用泰山的車 來做比較 這可能是最接近的比較 泰山的避震就是偏硬 但是支撐性很好 但是這台車 它是舒服的 但是支撐性也很好 你看它過這個 減速波 它吸震其實很好 貼歸貼 但是它不會讓你感覺 到整個 這樣 好爽喔 真的沒有讓我失望欸 好我跟你講 我在數字網查到有兩台在賣 一台黑的一台白的 黑的跑10萬公里 白的跑13萬 黑的賣58萬8 白的賣55萬8 然後我們這台 目前的開價是58萬8 但是我們只跑了 6萬多公里 你說跑不完算 我覺得這台車唯一一個 就是車色不對 它如果今天是黑白兩車 應該價錢會更高 我們剛剛停路邊了 因為我們要 加油 開門去加油吧 好啊 來囉 漂亮啦 漂亮喔 欸 帽子扣緊一點 我幫我飛出去 跟前女友的心一樣 整部分來囉 好啊 走囉 加油囉 欸 你忘記 我們有一件事要做啊 哦 對 哦 有沒有看到 訂閱小吃汽車 來 先放在那 有長一點的紅玉燈 我再拿起來 欸 不知道女生看到這個車 會怎麼想 因為這個車 很老 但是它一場紅的 也會加上這種喇叭色 謝謝 謝謝 那你可以幫我訂閱一下嗎 就搜尋這個就好了 QR Code 上班不能拿搜尋 啊 好吧 好 謝謝 謝謝 掰掰 欸 我跟你講 我們等一下檳榔灘 有經過檳榔灘就停 不管它裡面是阿姨姊姊 還是叔叔阿伯 然後去買一個飲料 欸 沒錯 然後我剛剛說這個車系有 SL350 SL500 SL55 SL65 對不對 對 然後它的二手價錢很奇怪喔 SL55 大於SL350 大於SL500 你有發現這是一件奇怪的事 所以55是最貴的嗎 55是最貴的 但是通常 你看喔 350跟500 應該是500要在前面 但是二手車架是 500在後面 350在前面 我查到的資料上面是寫說 大家會覺得 SL500是一個 不上不下的車 就是你說它要比 350快 好像也沒有快很多 因為車重的關係 所以一般人 會買SL這個敞篷系列的話 不是買350 不管就是買55 所以就會造成 SL500的那個二手車價 就會比較不好 這車真的是 預言未盡 可是這油耗真的太傷了 欸我們出來的時候啊 是還有一格 我們剛剛是見底了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買這台車的 應該也不會太常開 這是ABC車身動態 穩定系統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 電子式的剪掉 就是避震 然後網路上查 有人說是氣壓 也有人說是油壓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油壓 油壓的話 就是要換裡面的那個 過濾網 我查到的是這樣 發生之後不對 你就幫我剪掉 據說有人去問 原廠 含工前一支 8萬塊 一支喔 一支喔 一支 對 外面外廠 一直是四萬塊 但是你要換這避震的話 建議是一次換兩支 通常這台車 通病是 後面的比較容易 快壞掉 可能是因為它後輪驅動的關係吧 承受的壓力都在後面 然後其實它的避震啊 跟SL500其實是有功用的 只是這個SL55的避震上面 有寫AMG三個字 所以其實你要拿SL500的去用 好像也可以 欸我發現後面 那個遮陽板不能開啦 會怎樣 會掉是不是 不是啊 我看不到貨造鏡啦 太白癡了吧 這個設計 欸如果這台車啊 它如果油耗沒有那麼誇張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也 蠻適合在市區 這樣停停走走 因為它 整個車坐起來都是 出式的 怎麼懸吊啊 不會太軟 也不會太硬 剛剛好 我一開始以為會很難駕馭欸 我一開始也會覺得 想說它是不是跟那種 跑車 然後就是 超跑啊 對 然後油門是很敏感的那種 什麼輕輕點一下 就放 對 但起來它其實不會 它沒有那種爆充感 但是它就是動力一直給你 一直給你 啪啪啪啪一直給你 欸而且說真的 你看這個BOSS音響嘛 根本用不到 我就想要這樣打開啊 然後就聽外面的聲音 跟車子的聲音 那車子的聲音要就 你看 就很好聽 第一層 你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啊 你會很羨慕 同學會有開車的嗎 會啊 開什麼車 可是都開家裡的那種房車啊 但是有車還是很方便 因為我讀書的地方是 蠻偏僻 蠻鄉下的一個地方 我都很羨慕我同學都會開車 我有一個同學開那個 賓室 那一個同學他現在開 馬沙拉的地 按照我開什麼 你開什麼 我開玩笑的 他到了 欸到了 到了到了 我們兩個綠茶 有沒有 來賓讓他們不買 結冰水 買綠茶 夠兇吧 你可以幫我訂閱一下嗎 我會看的 你會看的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你 哦 反正就是一台 很猛的車啦 我也不太會說話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什麼特別華麗的詞彙 可以形容它 反正 有出乎我的意料 之外的好開 我們收錢的價格呢 十三十萬 那我們現在開價是 五十八萬八 那有興趣的 在自己私訊 粉絲頁啦 因為 我也不知道 上面的時候賣掉也沒 然後 請大家見兩下 因為我也很少在鏡頭前面出現 然後我也不太會講話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支片 撿起來會變怎樣 可能很尷尬 或者是沒什麼重點 或者是這個車子有很多資訊什麼都講錯了 那如果 朋友有什麼講錯了 在底下留言再跟我講一下 我每一者都會看 欸 我真的認真 我做一個晚上欸 老頭寫都手寫的 筆記寫的秘密麻麻欸 所以這台 2004年的 SL55AMG 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 追蹤我的IG 那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 還有下次 反正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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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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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一對男生就跑過去了 這好笑嗎 我懂 這好笑 呃 終於拍完了 好尷尬喔 怎麼辦啊 各位觀眾 這種尷尬的片 你看得下去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